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生动物战斗 近距离镜头显示一场激烈的三方战斗 参与的有一条巨蟒 一只弹力蜜欢 还有两只坚韧不拔的柴狗 尽管两只柴狗胜算似乎更大 但战斗的结果却令人很感意外 一开始 巨蟒缠住了那只又黑又大的蜜欢 要尽力将它挤死一边吃掉 蜜欢像是在苦苦挣扎 然而就在蜜欢觉得自己快要丢命之际 两只柴狼闯入镜头 去咬那条巨蟒 于是大黑欢趁机逃之夭夭 一条巨蟒 一只蜜欢 两只柴狗 两只柴狼好像就要将巨蟒占为己有 分明有利于蜜欢逃命 但蜜欢却不肯就此罢休 在柴狼与那条有气无力的巨蟒搏斗之时 这只蜜欢反倒与他们来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 蜜欢在巨蟒的一端 一只柴狼在他的另一端与他扭打 另一只柴狼从后面去咬蜜欢 企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而蜜欢露出本性 根本不在乎面前的是什么东西 勇往直前地挡开两只柴狼 一只展示着他那些可怕的尖牙齿 进行一场激烈战斗 结果真想不到 旅游者们亲眼见证了非洲南部的这场大决战 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那只蜜欢经过奋战 成功地赶走了两只柴狼 又将那只已经死亡的巨蟒 拖向一个灌木丛 自己慢慢享用 据博茨瓦那野生动物指南介绍 蜜欢凶狠残酷是出了名的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狮子水牛也要去咬 而且经常把蟒蛇和蜂窝咬来吃 指南说 要观察这种稀有的动物 瞧比国家公园是最佳地点 黑背豺狼属于机会性觅食动物 常常在动物尸体周围可见 也不惧怕在狮子咬死动物在吃的时候 溜过去偷走一块肉 蜜欢凶很残酷是出了名的 豺狼在搏斗中 尽管偶尔被看作是较小的动物 但会守住自己的地盘 对抗其他的肉食动物 比如非洲猎狗和豹子 至于说巨蟒 国家地理杂志报道 主要以小型哺乳动物为食 有羚羊 野猪 仓鹿及其他动物 虽然巨蟒无毒 但可以通过缠绕和尽力挤压夺取动物的性命 该杂志介绍 巨蟒能够吞下一些较大型的动物 因为它们的下颌和皮肤柔韧灵活 下颌与颅骨连接很松 所以嘴巴可以张得非常之大